第八例里面其实就是自串的相关运作 所以其实主要能够学会什么 学会有关自串怎么建立 然后自串相关的那个 这个韩式库 其实就相关的那个 它里面内建的方向 然后还有自串的相关应用 包含就是怎么样去串接才会正常 那其中的话当然第804题 804题实际上 它主要是要我们做大写的转换 那小写呢 小写一样 OK 大小写其实都一样 那其实当然呢 前面我们有提到有关那个Excel跟VBA 当然我只是举例 所以底下我是建议 如果你对于那个什么 在Excel里面怎么去使用 也许你可以再找一个时间 其实它都同样解决问题 但是问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在不同的工具里面 找到对应的答案 OK 其实里面不外乎就是说呢 利用那个Excel里面 它的那个相关功能 我想因为主要我们不是讲Excel 所以我只是顺便补充一下 而且因为我觉得Excel这个工具 实在是太普遍了 因为基本上没有一台电脑 没有这个工具 几乎都有 那另外的话 它是相对比较直觉的 就是你看到就 资料就在上面 那当然Python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那个串列 都是看不到 你变成你要去想象 因为它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刚开始对Python不熟悉 我还蛮习惯用Excel来解释Python 为什么 因为你Excel大部分都知道 也看得到也懂 但是问题你突然 假设你 我没有特别讲Excel这部分的话 那直接就讲Python 我发现很多人会没办法接受 突然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是空的 突然说老师你怎么跳到一个地方 我完全没办法听得懂的部分 但是我说其实它就是Excel里面的某个 什么的原来是这个 两边其实你会比较可以 可以稍微对照起来 OK 所以当然 蛮多地方都可以互相的参照的 而且或甚至你也可以就是 两边搭配着使用 也就是工具 其实你们学这么多工具 并不是说你要只选哪一个 而是应该你要把哪一个的优点找到 然后呢以后的话呢 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 你要先想哪一个工具是比较有优势的 比较简单 然后你可能就先选哪一个工具为主 另外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不见得只能使用一种工具 也就是说多工具的综合使用解决一个问题 是常见的也就不是说我今天我只会VBA 那网路爬从那部分可能VBA不太擅长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再把Python的那部分学一下嘛 对不对 然后你把网路再爬完之后 再丢给Excel去处理 那不就也是互相等于互相的算是什么 综合性的使用啦 OK 比如说统计分析画图表 R比较强 那最后再把资料再丢给R 交棒给他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善用工具 这才是最厉害的 综合应用哦 不是说今天你只能学其中一种 然后我就一种 然后其他另外一个不会怎么办 那你就卡住了 变成你就只能 其他一样就土法链钢嘛 比如说网路爬从 我不熟 怎么办 我就慢慢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一页一页慢慢复制贴上嘛 一页一页复制贴嘛 哦 其实我觉得最有成就感就是当你哦 看到那个哇 一大堆资料哦 嗯 从那个网路上 他每天都自己就自动 产生需要的报表图表出来的时候 哇 你根本一行成 你根本一个动作都没做 他就自动完成了 那你就觉得哇 哎 值得了值得了 OK 之前的这种辛苦哦 感觉在这一个瞬间哦 突然 都觉得 之前的努力是 是有必要的 不然的话 你可能每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那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了 OK 所以现在很多人工作 每天都是再一次 来 再一次 哦 再一次 对 其实基本上 那个步骤都差不多 只是说呢 你用人工就是 只能这样 但如果你可以把这整串 全部用一个程式哦 把它全 当然也不一定一个python 你可能有部分用excel 有的用vba 然后有的用python 有的用r 那你可以把这个整个串联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你在工作上的表现 应该是非常的 让人刮目相看的 对 不过这就也许你们要努力的目标吧 当然很不容易啊 想都觉得哇 这是哦 可是问题是你要 愿意花时间的话 我觉得是有有 这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啦 因为我看到还蛮多 以前我教过的那个 这个这个学生 其实在工作上表现非常亮眼 本来也不是这本科系的 很多都不是 那现在也在写拍声呢 OK 也蛮多的哦 不是不是说少数哦 很多都是这样哦 那他怎么做到呢 反正还是从最基本开始学起嘛 啊 而且他们刚开始非常没信心耶 老师我背本科系耶 而且我 都没有相关经验耶 会不会人家不要我 或者怎么样 会有考虑很多 那我就一直push他说 你不用担心啦 你一定要先 至少嘛 反正你就先进去嘛 OK 那你可以先找那种 也许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 相对条件差一点 那你可以先找一家 可能规模不要那么大的公司 要求的薪资可能也不要那么高 你把自己当实习生嘛 先累积经验嘛 真的他慢慢累积之后就跳 一直往上跳 而且薪水也三级跳 OK 因为其实本来你的能力 在这个产业就是这样 你的能力应该是跟你的薪资是成正比的 跟那个行政工作应该没有关系 行政工作好像在做最再久好像就调薪的幅度 就就这样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调整 挺多年资吧 是不是 对不对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哦 请各位就是再把那个像 Excel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部分 像那个转换大小写哦 比如说我们那个 这个 他这个一串字 有没有他都给了吗 给小写的字 那如果说你要在那个Excel里面哦 比如说把它贴上 那里面的话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这里面的话你要怎么样哦 把这些字全部转换成大小写 那你会看到这边其实也有 这么多有没有 其实像转换成大写 转换成小写 甚至转换成全形的 全形有没有 Big 5 将字元 半形转换成全形 诸如此类也就是说你可能要熟悉一下 就是里面这一个 类型的那个函数 里面大概我想有时间自己试一下 因为毕竟哦 也是有相对比较简单 VBA里面也有哦 也许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 再再找找看 那我们今天主要哦 还是先回到我们的Python 如果我今天希望Python哦 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 输入这一串 自动帮我把那个大小 就是做出来结果哦 就是 长得像 题目要的 他要什么呢 基本上就两个 一个是全部转大写 一个是首字 有没有 只有首字哦 第一个字哦 转换成大写 那这地方要怎么做哦 首先第一个哦 我把这个先贴上 其实这一题哦 基本上哦 结果就出来 这一题其实基本上 蛮像送分题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答案哦 真的简单到一个不行 这样而已 OK哦 其实 两个嘛 所以其实它 S input input之后的话 就print了 如果你要全部变大写的话 很简单 S点哦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有一个什么 Upper 不过理论上 应该会提示啊 S点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写 Upper 有啦 有没有打个U 它出来了 打个U就可以了 U 然后PPER 不过如果你用那个Spider 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提示哦 OK 其他编辑器 可能没有提示 Eclipse会提示 OK 这个就是 这个编辑器 方便的地方 我喜欢它的地方就是 很多地方不用特别背 跟那个写VBA一样 写VBA一样嘛 你点下去它会有个清单 你用选的就好了 那用选的好处就是 一定不会错 OK 千万不要有自信全部打完 我还是建议你用选的 好 OK 因为我发现有的人 呃 全部打完就是错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还是错 可能就是 不知道多一个什么 少一个什么 那就是错 但是如果你用选的 它一定不会错 OK 这样子 然后 Upper 然后 再来就是 如果你要什么呢 你要把它 手字哦 只有手字变大写 就是什么 点 Title 有没有 这边有个title OK Title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诶 写完了 所以如果你考试 考到这一题 应该基本上804就送分题吧 OK 应该连 这样就OK了 好 我顺便补充一下 假如说 我今天输入的是大写 比如我输入全部大写 我希望全部把它 帮我把它转小写的话 那怎么 如果我今天输入的是 全部都是大写 然后要把它转成小写 其实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对 有个upper 就有个lower 可能我不知道 到底哪一个函数是对的 其实我打一个l 其实答案也就出来了 有没有 lower就这个 OK 你把它点两下 lower就出来 比如说我执行它 然后当然我现在先输入全部都是大写 最后一个会帮我把它转换成小写看看 lower是不是 OK 有没有发现全部都变小写了 OK 考试的时候没事就不要打这一行 这只是我补充的 OK 打了不会加分 反而没分 OK 所以upper title 就完成了 那有时候手字要小写 其他都大写 手字小写其他变大写 抱歉 没有这个功能 自己写 OK 没有 变成说你要自己 自己怎么写 自己就变成说你要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 然后判断它是不是第一个字 如果第一个字你就用lower 如果其他后面就变成你upper OK 真的是这样写啊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变成你要去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做判断 OK 自己写了 所以我讲过了 像easeo一样 easeo有的 那就是使用内建的 如果没有 你要用VBA去写制定的function OK 一样的道理 在这边也是一样 OK 没有就是用 就是自己要想 我把它写出来 大概是这样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804这一题 那一样的话也 我是建议啊 如果有时间你也可以想一下VBA 或者easeo 有没有对应的功能 其实这样来学习的话 以后我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累积啦 然后可能会有个笔记本 也许像我以前也是一样很认真啦 我就 反正我也不会的部分 我就把它笔记下来 然后去找答案把它写下来 然后久了之后累积久了 我发现我几乎大概 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了 基本上也慢慢比较没有办 好像没有盲点了 相对的 我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我就比较有信心 OK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呢 我后来发现 即便我会写 但是我要再到台上教学 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因为以前好像是懂非懂 没关系 会用就好了 那后来要上这个台上的话 好像一定要非常懂 因为突然同学会问我一些 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我一定要想得出来才可以 所以 那时候反而要在台上压力非常的大 更大 不过我是觉得有压力 才是会有进步的空间 不然的话 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也不会去想很多 反正就会停留在 反正会写就好了 不管他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会问 其他可能会写 这个python的工程 你可能问他 他不见得会说得出所以然 因为他会用不一定会讲 而且不一定会讲得透彻 讲得清楚 OK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次 你要去思考 因为太多地方要想过了 那个才是真的了解 OK 不然的话 有些人把它背起来的话 好像是懂非懂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到 如果首次要小写 其他要变大写 那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自己写一个方选 看看 OK 这绝对写得出来 对 只是说 要花时间 OK 那我就不替大家想了 因为要考 考的话应该是 你们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如果你每一次想的 你都可以做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是 是 对 应该是越来越没有问题 OK 我试一下这部分 就是A 这个第804题 那这个804题做完之后 再来就902题 902的话呢 会牵涉到有关什么 就是外部读取档案的部分 我要把档案读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针对档案做切割 切割之后放在串列里面 然后放串列之后做什么呢 再去做一个计算的动作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第804题先了解